前政院长江一华他在两个小时之前举行了记者会对外说明说 核四一号机安检后停工不代表费件核四 而立法院民进党团则要求江一华必须到国会来专案报告并且备巡 不过在此同时国民党团则认为说核四停工这项决议并不是重大的政策变更 所以江一华不必专案报告 而对于后续要如何攻防呢 民进党将举行党团会议来沙盘推演 反核游行遍地开花 马政府决议核四一号机安检后封存 二号机立即停工 马政府更强调这是封存并非费件核四 府院党都有共识 跟我们党团在上个礼拜所提出来的党团大会决议是一致的 当时提到说核四完工通过安检后不放置燃料棒不运转 日后核四是否运转必须经公投决定 这个马江集团到现在还是麻木不仁 到现在还想要透过这样的文字游戏来呼咙 兜了一大圈呢 那其实是回复到立法院 这个之前朝野协商的结论的状态 那个江一华其实应该再到立法院 来把他认为有改变的部分 再跟国会或者是跟国人说清楚 民进党痛批绕了一圈 执政党仍没有诚意更要求行政院长江一华到立法院报告备巡 但行政院定调核四停工并非重大变更不用专案报告 如果要公投就是一个条件 就是说核四现在要运转要插燃料棒 既然是谈公投谈核四公投是多余的 那干嘛要去审查民进党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核四议题吵得沸沸扬扬 国民党宣布停工看似有解 不过文字解读各执一词 蓝绿双方荣旧没有共事 有点TV张成名刘一轩台北报道